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带酒了 你手怎么了 进来厨房 帮我关一下门 好 所以你在那里定了三天 对啊 结果还是让他给跑 我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 可以啊 当时承办的原警 郭忠仁 你还记得他吗 记得 我就想问 为什么不能公布那些性侵犯的名单 你们到底在保护谁 你们保护的人就是王八蛋嘛 他们可以随便侵犯别人 但是他变成尸体 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没有认出来 所以你知道车上的死者是他了 后来知道了 郭忠仁啊 他本来啊考级都不好 经常犯错 那位被性侵的女学生啊 来报案的时候 刚好他值班 也没处理好 你第几天当警察啦 连简体要放冰箱这么简单的事情 还要我教你哦 所以郭忠仁是因为这个案子被免职吗 这件事啊被记忆大过 后来因为啊 辖区列馆性侵犯的名单 被公布到网路上 查出来啊是用他的账号上传的 虽然他不承认 说是名人大学的同学害经他的电脑 但是没办法嘛 这种违规 所以啊最后就两大过 拜拜啦 用他账号外留的那份信心发明单 也是你做的吗 最终我以为 他有一个朋友是駭客 你们报复他 因为他处理的过程有舒适 不必报案处理啦 不要动我 我自己走 你们今天不公布是不是 没关系 我自己来 这怎么能算是报复 警察本来就应该要公布资料 让周围的同学知道有危险 所以你和你推理社的朋友 都有参与这件事情 当时跟你一起打猩猩犯的人 包括他们三个吗